剛才跟大家講完,大總統可以做到什麼,現在跟大家講老總統可以做到什麼 現在應該進入總統權力移交的過渡期 但我們知道現在權力移交的過渡期,由一邊很明顯未肯認輸 既然未肯認輸,自然就不願意權力移交,沒有意思 所以目前來說,老總統可以做到什麼,為時尚早 不過人家照樣一定要預備,你不合作,我都要預備 所以現在這邊預備就要預備 所以很多人就看了,到底在一個新的總統上任之後 尤其是對中國或者香港有什麼改變呢? 但大家不要忘記了,現在這位老總統當他後任的時候 他已經從政四十多年了 他在一九七幾年的時候,首次當選成為參議員 當時他年紀只是三十歲左右,今年是七十七歲 所以我們說的是四十幾年前,四十七年前 他已經在美國政壇上活躍 這是第一,第二,因為他的政壇活躍這麼久 所以他也在很多美國政壇上的國會裡的小組 是擔任過主席,當然包括外交事務小組的主席 因此他對外交事務有一定的認識 他也都是在美國的法律裡面的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System裡面 就是那個犯罪與罪案裡面 做過很長期的工作 所以他對美國的犯罪問題也有相當親切的認識 而這個老總統和大總統有一個最大的分別 大總統含著金鎖匙出生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個富二代 而現在的老總統在他出生之後不久 他家裡的生活環境曾經是下跌過的 他本身是一個愛蘭籍的天主教徒 他和第一任的妻子結婚時 他妻子是要頂起很大的阻力 在天主教堂裡面結婚的 很不幸 就是當他在第一任的參議員 要就職之前的一個月左右 好 在一個汽車意外裡面 他的第一任的太太和當時出生 一個多月的女兒在車禍之中喪生 而他兩個兒子有受重傷 所以他很特別 他就是他第一次宣誓 成為美國參議員的時候 他是在他兒子的病塔旁邊宣誓的 當然當時他曾經想過放棄做參議員 然後跟但他的宣誓很开心 他們說被�윽知道 被老闆下了 繼續從事政治的生涯 因此 從此開始 他就要每一天臨趟要長三小時 說服繼續從事政治生涯 因此從此開始 他就要每天來回三個小時 過半小時去過半小時 往返他住的地方 以及在華盛頓工作 所以這個人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背景 他第一 他曾經加到中落 他不是含著金鎖匙出生 第二 他父親後期 是靠做賣汽車為生 而他本身有一個非常 強烈的天主教背景 愛爾蘭籍 而他是非常之愛的家庭 肯每天用三個小時來往 來回 辦公地方 來維持家庭生活 大家可以從這一點看得到 這位老總統的背景 和大總統的背景 有一個非常之不同 而他在他的思考 思想方面 第一他是民主黨人 第二他也比較想開放一點點 但在開放之餘 因為他是基督教徒 對一些基督教徒的思考上 他也非常之保守 比如在同性戀問題上 他是非常保守的 他也因為在過去四十幾年 在政壇上有一個不停的活躍 所以他對世界各政治人物 是有一定的相識 的程度 從這個可以看到 在未來 這個老總統 上任之後 對美國 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會有一個非常 微妙的改變 第一 他會圓滑很多 不會像現在大總統 亂撞亂撞 這個 是會圓滑一點 但是基本國策 不會變的 他一直認為 和中國是一個競爭對手 因此 我不相信 對中國的國策 有大改變 而現在 目前來講 有很多的 政壇人物 已經向他表示祝賀 這件事 可以說政壇人物 現在就是 選邊站 這個選邊站 不一定是一個很好的事 因為我們仍然知道 大總統 未肯認輸 我跟大家講講 在BBC方面 講到有幾個 大國家的領袖 對現在 新的口任 老總統 的 確認 譬如德國 總理 就說 要戰勝 我們面對的巨大挑戰 跨太平洋的友誼 是無法代替的 法國總統 亦都 第一時間 向老總統 後任老總統 就發推特 表示祝賀 就說 戰勝挑戰 我們任重道遠 讓我們通力合作 和美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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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時間跳出來恭喜老總統 強調作為我們關係根基的價值觀 我們期待和你一起合作 推順我們友誼和對國際社會的貢獻 在這裏講到這裏有一個特點 到目前為止 中國官方未對任何一邊表態 當然一些官方傳媒已經開始攻足老總統就任 但是中國官方到目前為止 都是沒有特別的表態 這是一個特別 而譬如我們這裏澳洲已經表態 攻足了老總統獲勝 西班牙那邊 他們的總理仍然說 我確定我們雙邊關係會日益強大 希臘的總理說 希臘是真正朋友 希望我們兩個關係可以日益強大 前丹麥 首相 向特朗普提出 落選之後 江榮離開辦公室的正確做法 會不會這樣做 我們當然不知道 英國 英國 亦都 向 新任的 第一位 非裔美國 女性 副總統 的歷史成就 發出恭喜 亦都希望 和新的拜登政府 可以 緊密合作 歐爾蘭人 歐爾蘭人 如此 所以我剛才說到 中國未表態 印度方面 高興 高興 因為 現在新任的 後任 女 副總統 是有印度 和 牙買家的 血 背景 背景 印度很高興 大鑼大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 在世界上 對於大總統 是要轉成老總統 其實大家都期望很深 因為過去 那四年來 大總統的確把世界的跌距 搞得很吵架 所以很多 世界的 活動 期望 可以在老總統 回歸 來控制政權之後 美國會 做一些比較上理智的事 包括 巴黎 氣候協議 包括 TPP 包括 和中國的態度 等等 在 整個這麼多 複雜問題之中 其實我覺得 老總統 上場時有幾件事 是肯定 首先要放大量的注意力 第一 就是他們自己國內的疫情 一日疫情搞悟 一日經濟是不可以恢復的 這件事跟香港人一樣 香港一日不能夠 疫情控制住 中國居民 去香港 可以不用 隔離14天 但匯情市 是要隔離14天 香港居民 去 大陸 要隔離14天 匯情市 可以不用隔離 但無論如何 對於雙邊的交往 多了兩個星期的時間 要隔離 這是一個非常 嚴重的 對很多 熱幕的挑戰 我們說的現在是有 數以萬計的香港人 滯留在中國內地 不知回還是不回香港 這個 不止 只是商業的問題 還包括 家庭倫理的問題 香港要解決這個問題 一定要做 全民的 強制檢測 搞定這個之後 就可以恢復 一樣樣 我相信 老總統在美國取任 第一件要務 就是要將 這個檢測 全民化 大力推行 將病毒 好好的控制住 這樣 美國有機會 就要重整 他的經濟 我覺得這個是 他的首要 第一一定要做的事 只做不做得到 就要跟 香港情況一樣 香港 我們個個 就是 正常人 都會想到 應該這樣做 但 實際上會不會這樣做 做不做得到 沒有人知道 到時 到底 做不得到 我們不知道 他第一要做的事 第二要做 就是要解決 美國在過去四年 造成的 社會分化 這個問題跟香港現在 面對的問題 很相似 香港過去一年之內 所造成的社會分化 是非常之難 縫合 怎麼可以縫合 這件事 我看不到香港有什麼解決辦法 但在美國 他現在 在他的 勝利演說中 已經說了 我會不會以顏色自覺 不管你是藍還是紅 總之 我是以 United States 不關你 Red state 或Blue state 不管你是藍還是紅 總之我們是United States 整個 我相信這個他做得到 我相信這一點 他就會跟大總統有很大分別 他過去的歷史的經驗老到 可以使得他 好好地做到這件事 而 剛才說了 他一九七幾年 他三十歲的時候 就任 參議員 到現在他七十七歲 中間四十幾年的經驗 所以 大家可以想像到 他在政治 上面的經驗的豐富 我想這是他的第二個重點 一定要做的事 那第三個重點 就是我已經說了 就要將很多 被現在 大總統 推翻了那些國際義務的東西 重新 在美國侵入 希望 重新可以加強 美國的軟硬實力 硬實力不用大 不用擔心 美國的硬實力很硬 但軟實力在 大總統的衝擊之下 其實我覺得是有很多地方 是可以 彌補回的 即是剛才說到 那個 巴黎 氣候協議 TPP 跟其他國家的關係 這些 我相信 老總統要花很多時間 去修復 因此 對中國的態度 可能是會維持軟壯 直至他有精神有精力 去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不是 他這麼多要處理問題 之中最重要的問題 不等於不重要 只是不是 最重要 他有很多其他事情要繼續 去做下去 而 在他當 任 歐巴馬時代 的副總統那時 他就跟其他 就任副總統有一個非常不同的地方 他參與了 那個治理 是很多 是很 很主力地參與的 就跟 現在 現任的副總統 基本上就是 一個 拍馬屁 各樣都 維命仕途 以及他當年 在 歐巴馬政府之中 他要負責的東西 我希望他可以成全這件事 尤其是現在他年紀比了大 已經 七十幾歲了 所以 如果他能夠使得 一個副總統 可以多點參與 那個政策的 來定 使他 就算有不幸 他自己身體有什麼問題的話 副總統可以即時頂上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其中一個 現在未來最 建議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 看著 老總統到底 在那麼多要做事 跟老的估計 會不會是 用這個 鮮喉癡嘴 強 必要重要一點的事項 排列 我們慢慢拭目以待 我也會 跟大家分享 他一直發展之中 跟我的期待 是不是一樣 跟大家到時間再分享 多謝大家